你們是不是第一次合作呢?在這個劇裡頭,之前有沒有合作過呢? 我和惠惠有合作過的,我和卓熙第一次合作過 我和他們兩個之前都有合作過的 我有和你合作過嗎?哪一套? 證明你忘記我了,嘉燕姐 哪一套?我拍了很多套 當時我第一套古裝在TVB就跟她拍的 是嗎?哪一套? 那時候叫做乾膽昆倫 然後改了名字叫什麼兄弟 他已經是男主角 蓋世媽寶 在旁邊做過兵 那時候很出眾的,很搶眼 被監製已經罵了,旁邊的兵不要這麼帥 是啊,你走後一點 箭頭向前面,不要向地下 但這個飛虎和之前的飛虎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兩個故事,雖然都是用香港一個王牌的部隊 飛虎隊來包裝 但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故事 有些人看下去,有些人演員會重複 好像是維偉那樣 維偉?你之前那兩個 就是飛虎隊 我之前做追擊手的 這次我就做一個壞人 哦,明白 之前那兩輯的飛虎劇集 剛剛有一段時間我在公司拍劇 我看到所有的演員都說 哇,很辛苦 天氣很重要 是啊,他們說很飽 每個人都受傷的 嗯 我想知道這次你們拍這個飛虎 一樣是一樣的 是否也是這麼辛苦 辛苦的 天氣,因為那一陣子是最酷熱的警告 還有打風,打風其實之前是沒有風的 下雨後就出少許太陽 蒸你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很辛苦 喜歡那些蒸氣 是啊,很辛苦 因為你會容易中暑 我們三個已經算是好 我們不是穿那些飛虎衣服 你就沒事,我一點都不好 我不是,我什麼都會出琴 其實是的 鼻彈衣,他永遠都要 我們歐記所有動作戲 就是他一個人做的 我們一個人做完了 他經常很有型的 可以,我自己來 我不想 我也經常問導演 為什麼高凱寧和其他隊員不同 一起去查案 你一個人有型很多 全部都是我打的 你一個人有型很多 因為他的角色的設定 開頭是比較獨行獨奪的 要跟飛虎有不同 飛虎就是講團隊 他都不斷 加上我本身查完案 其實到最後 真的頂不住那些恐怖分子 飛虎才會出現 首先我先去查案 你將那件避彈衣 有沒有偷輕一點 還是原裝那件 不是,其實都是道具來的 其實真的避彈衣 基本上是很重的 幾十斤那些 那些 其實我們那些 那些 但是你說道具也很重 因為都是很密封 風色的 沒錯,你這樣夾著 你貼著身體 其實你都是流汗的 又夏天 你說你冬天幾度拍就沒有所謂 其實我也很慘 我穿皮褲 你穿皮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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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紮很貼的 皮褲全身濕透 有型 沒有辦法 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O記都要穿飛虎衣服 只是拍了一天 在成峰片場 那場是說什麼 那場是說什麼 那場是說 他說我們O記都受飛虎的訓練 但是拍過一天 一個下午 我們就已經中暑 你不習慣 全部都漂亮 會很辛苦 其實我們O記拍的時候 也很辛苦 因為在室內的地方拍 但因為收音不可以開冷氣 也是被迫在裡面 都很慘 有沒有這樣見過 你們就說 整體上不是最辛苦 除了出戲 有多些辛苦 飛虎那群應該是最辛苦 長期要穿制服那群 對 套著的樣子 還未必看到是你 那有沒有聽過他們 真的遇到什麼 受不了 我真的拍不到 尋暈 應該是 自己個個都捱 對 個個都受不了 因為拍出來是漂亮的 全香港劇這一套 有電影的導演 演員 查傳義導演 他是香港人 沒錯 其實內地的觀眾 很喜歡看我們香港的製作 近兩年的港劇 在上面的點擊 全部都益聲很厲害 這陣子每個人都在說飛虎 這部電影也拍得真是不錯 我感覺那些光 那些鏡頭漂亮很多 是不是你們全部都拿實景來拍攝 實景 還有他真的用電影的拍法 後期都是用電影的製作去做 所以那個投資會大些 但是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一次經驗 給大家看到 其實你的投資雖然大 但是出來的製作好 不單止你的點擊率會高 還有你那個口碑好的時候 其實對製作的團隊都會有好好的幫助 差很遠 是很大的回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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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